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到了科学会务的时间 手上这支笔叫原子笔 它哪一部分是原子 你可以说它每一部分都是原子 但它是否那种我们理解做放射性的原子 就不是 但为什么当时 这个肯定是翻译的错误 为什么叫原子笔 因为曾经何时在原子弹之后 二战之后 大家都觉得原子是一种很厉害的东西 总之你什么前面加冠以原子两个字前面就更厉害 所以在街边卖茶叶蛋 都特意写我卖的叫原子弹 原子弹 原子弹 当时是这样叫的 你有这个年纪的人才知道这件事 是的 但很不幸地就是 其实你应该叫它走珠笔 那你没有来叫它原子笔 是的 最初你去外国也叫波笔 因为它为什么叫波笔 就是因为在写的笔头上 真的有一粒圆珠 所以就叫圆珠笔 或者英文就叫波笔 这样译就正确 但是为什么要说原子笔 可能就是圆珠笔 后来听到就好像 以额传额也有 但也是因为当时太流行 什么差事都要加原子两个字在前面 没有 曾经有个时候叫原子弹 你有没有听过 除了原子什么什么之后 后来去到七八十年代 有没有流行过 某些都加什么字上去才是厉害的 雷射 你有没有看到 80年代那些青春剧雷射青春 那些恶队又叫做雷射恶队 总之什么都要加雷射两个字 也是有的 其实近年也没有流行得很重要 也试过有人从什么都加量子 两个字上去 有 迟些会加量子 是的 这些纯粹就是科学 带来令人流行文化的影响 但是你是对它一知半解 你又不是理解得完 是的 这里讲多一件题外话 这是我自己的建文 有一段时间是什么呢 2000年开始就流行数码这两个字 什么都加数码两个字上去 我试过在唐人街 纽约唐人街的某一间卖煲仔饭 那间他说自己发明了最新数码煲仔饭 他怎样数码煲仔饭呢 你知道吗 他的温度是经过这个数码的 结果不是温度的 是我发觉他那堆煲仔饭的炭脑前面 都每一个炉前面放了一个数码的电子钟 来time住他这煲饭煲够20分钟 你说多数码 吃了都好像数码能力比较多 很高的 改名当然要跟着潮流 但问题是如果作为科学人 每一事我们都会问 为何这支笔叫圆子笔 配搁都是拗头 但问题是 其实在这个放射性的现象发现的时候 人类是对这种现象寄予很大的希望 譬如我们看居丽夫人那部剧情片 居丽夫人最初是抱着Radium Fund 是 即是是每晚 是 当时也没有发现他的危害 基本上是拿着那堆放射性的东西到处走 他是由那种原材料开采的过程 到他浓缩整个过程 他就带着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就是他研究的宝贝 甚至乎是很有趣的 就是Radium那些东西 当时那种魔力体验在哪里 就是一种你不给任何能量 他自己会发出萤光的东西 就是这种感觉很科幻 很魔术 你会觉得这种东西 你不相信它里面有魔法也好 如果你纯粹觉得它是一种科学的东西来研究 这个图像已经很引人入胜 不需要你给任何能量自己在发光 里面有能量给出来的东西 那里面究竟在发生什么事呢 当然最后发现那种放射性对人有害 我们也知道居礼夫人晚年是因为什么而死 就是因为他长期暴露在Radium这种放射性之下 当时就不知道 所以就以为可以说 也好像刚才我们说的现象 原来当时什么都加了Radium 这个字在前面 但是后来就发现 连他的这些笔记簿 都充满了火射性 是 如果你网上找回居礼夫人的文献 我记得我有一集 《科豪》也有说过他 说他的笔记现在都有放射性 是的 那个好处和坏处到现在才知道 但是最极端的人 会怎样去用这种Radium呢 你说如果你将很疯狂 你想研究它 你日对它夜对它 你将它成为一个研究对象 我明白 你说在科学史上 有科学家将一些科学 为了研究或者利用好 研究这些放射性也好 或者利用放射性 帮它研究其他东西也好 从而令到日对夜 对放射性的人 不止一个 OK Roselland Franklin 她靠X光来帮她寻食 看那些分子结构 居礼夫人 研究这些放射性材料 本身的一些特质 就跟她焦直相对 但是又有很多 不是研究它的人 纯粹觉得这件事好像很厉害 很潮 就误以为它是一种万灵丹 你说如果说在二十世纪 你会发觉这个世界 充斥着万灵丹的广告 很多时候 发明那种新的东西 就会觉得这种新的东西 就有一个很普及的应用 你少到它 无论你是药油 药丸 甚至乎这些新的元素 我都听过有一些 我忘记是美国还是澳洲 可能是美国 有一班人迷信 就是说它会特意落去抗洞 那些花肝癌 充满花肝癌的抗洞 在下面去玩 总之落去生活 他就说 那些花肝癌 给出来的冬气辐射 就对它们身体很好 他会觉得这样 有一陣子 有些人会以为 这些辐射是一种 能医百病的方法 所以有人会说 对得多些辐射 就延年益售 当然我这些读开物理的人 听到你对得多些辐射 延年益售 我想你是中的辐射太多了 但是在他们发现 这个放弃星室上 初来真的是相信 如果他现在说 这不是真的吞了雷 是当时出了一种 叫做放射星水 是 就叫做Rated Fall 是 那些人 即生眼窗推销 就是这种水 是延年益售可疑症 里面有最新发现的 一些放射性元素 其实里面也有Radium 差在浓度是多少 他就将这些 带有放射性的东西 就开成水 就变成一支药水 而且还声称这些药水 是能医百病 有空喝喝就 书筋活乐 醒路提神 是不是 接着呢 外用内服 你发现这种文化 不仅是在中国 结打走里面有的 是外国 你说到那些 雙非人的前身 大把这类的东西 全部是头痛 衣头脚 衣脚 居家旅行 水土不服 什么都可以 现在介绍这种 竟然用到 是用辐射 即是放射性元素 来吃下去 其中一位仁兄 有提到一位 叫做 Aven Bias Bias 他自己本身纯粹是 他不是一些研究科学的人 他应该拿了这种东西 不停地用 这个是有钱人 看来就是匹智堡 即是常流社会的人 就是打业余哥尔夫的冠军 亦是工业家 你看看如果匹智堡多年代 很大机会跟钢铁业有关 四天出水的时候 在车上弄了一手 然后叫他的医师 有名有姓 叫他弄这种东西 弄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就行 但为何当时人们会相信 有放射性的东西 会令自己痊愈呢 可能反过来 医生开其他平常东西 他觉得又开必利痛 有这类东西 当时未有必利痛 例如你又给一些行货东西 我经常没有新东西 接着医生说 你要试新东西 试这种 但暂时效用未知 但好像挺厉害 有辐射的 可能他听到 有辐射吗 很厉害 接着医生 我就要用压 那个记录就是 他兑了一千瓶 他就直接把这种药 当成真是 养生 好像白兰斯鸡精 我认为他真的 在那三年的期间 即是由1927年 到1930年的期间 你计算 数了三年 一千日 他每日一瓶 他每日起码喝一瓶 他可能一瓶 本身就不是一次喝完 这一瓶 你一天分隔几个小时喝一次 他真的三年以来 无间断 不停地将这些带辐射的东西 每天喝 餐餐喝 可能他甚至乎 算是饭后喝 也不奇怪 当是喝杯下 混合一下 加酒喝一下 是吧 觉得喝完非常精神 最初一两年无事 到第三年 你知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 脱牙 他开始脱牙 到他开始脱牙的时候 他才知道 但是 凡是这些辐射 一知道这样的时候 是太迟了 当你有这麽明显 激烈反应 不要说是肿瘤 已经是有些脱牙 即皮肤有些东西 一直损了 很不够的时候 这个毁坏 已经是不能去修复的 因为你本身已经有一些 遗传基因资讯 那个细胞本身 即身体自己本身 修复的机制 已经受到辐射大大影响 令到你的身体不能修复 所以是有组织坏死的情况 是整个牙银坏死 所以脱牙 OK 到他决定 发觉脱牙的时候 不用 但是接着腐状 已经是不能制止 就算你停的药 也是不能制止 接着在一年之后 你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由1930至1931是如何 他直接做了很多次手术 这位就是这位 年轻年轻时的样子 直到他在1931年 他直接说他探访 他已经要整个下额切除了 不单止掉了 你想像一下 他整个下额切除了 上额就剩下了两只门牙 其他的牙都剩下了 然后当然手术壞 皮肤那些术壞 浸食 他说家里自己有钱 他继续有人喂他 喂食他 但你想像一下 整个下额没了 说话一定是成问题 到后来再严重到什么程度 就是他的头骨 开始溶解 为什么呢 这就牵涉到 这些辣椒这种物质 他的机制 其实很多时候放射性元素 你说如果说 Cisium和辣椒这些 它是会 假扮你身体的Calsium 即是说你骨内 原本那个位置 应该是有一粒钙在 它就不是 它是坐了一个Cisium 或者坐了这些辣椒 在这些辣椒 这些辣椒 坐了那个位置 便进了骨 不会排出来了 便不停地去 他便放射 而放射的时候 Radium本身是会自己分解的 它便会变成质 就不再是Radium 便会变成其他东西 于是整个原本是由 这些钙质 撑起的骨质结构 它没有了粒应有的钙 而那些东西 变成其他质料 便不再是那么硬正 所以整个骨质 就不是疏松那么简单 整个是慢慢 在一个很短时间之内 去毁烂 所以它的头骨 原本是一个密笼的头骨 便突然出了很多的洞 或者剩下不是有洞 的地方 已经是一直有很多的 越来越多的洞 整个头骨 基本上是瓦解了 所以有些新闻 报道这宗故事的时候 便说 这个人吃福射 吃到自己的头骨 都溶了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这样的意思 在这些药物发展的时间 其实就充施了很多这些 解药 当时的事后 很笨 但你不排除现在再发生这些事 即是类似的事情 但是它死了也不行 因为那条丝也继续有放射性 是的 而由它死了之后 它其实都是因为癌症而死的 即是它的整身都是有放射性 然后它为 因为它的放射性太强 令它撞的时候 是特意为它准备一副圆的棺材 因为那些用圆住的 整个金属棺材 就可以挡住那些幅射 令到外界不会受幅射的影响 当然你说 圆 圆会自己也有毒的金属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当然就是 起码这个棺材里面 一定要有很重圆的甲层 来挡住这些幅射 甚至乎 里面拿回它的样本出来 是继续有放射性 因为它的半需期 就是Radium 半需期1600年 即是如果你希望它的放射性减半 你等1600年后 那你就可以 即是到现在都不行 到现在都没有 因为这件事是百年前 即是你要拿它的尸体出来 去做一个化验 它的放射性太高 但初步一些化验 一些浓度化验就是说 它的身体 在骨头的样本里面 照计不可以有超过 2μg的Radium 但是实际上 在骨头里面 是融入了有16-18mg 即超标了10倍 即它的骨头里面 你想想 它食进去的Radium 当然不止这个数 但其中能够封入骨的标准 已经超越了骨头 能够承受的超过好几倍 你想想它吸收了多少 这些放射性元素 不过刚才我们说的数字 也是错的 因为原来它在1927年10月开始 每天兑三宗 每天兑三宗 还有持续了两年 然后介绍给其他人 是 它有骨头 那些骨头都给它整机支下去 哇 这个故事很瘋 后果可以很严重 其实有这么说 很多时候我们今时今日 现代社会也有很多东西 发明了 未知长远的影响 但已经煲得很大 然后大家就蜂蕭 是的 但很多时候我们今时今日 会小心一点 但我们会有一些 都会有多些的测试去做 起码我们就是 未知它一百年后 五十年后的影响 起码我们先知道 两三年后的影响 这些 我们会有多了这样的评估 很明显现在这幅射这些 你以为如果要放射程度多 你其实看回居立夫人自己的例子 你已经知道 其实一早就已经有影响 你想回居立夫人 那些还要是更加早时代的人 不是去到三零年代才会弱的人 我还不知这件事 都持了一整几十年 是的 但到有原子弹之后 才知道大家会克制少少 好了 这个人有甚麽贡献呢 因为写了之后 这个美国的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就开始把这个行业收屁了 是的 但代价就很大 因为 应该很多人已经受害了 都受害了 是的 但是感死法就相当恐怖 好了 我们今天完成了这个科学新知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 神秘的夜第一节 2022神秘的夜 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会跟大家说些什么呢 就是那一宗在飞机上发生的古怪事 嗯? 那话说呢 在几个月之前 就在一架美国的内陆机 突然间有个女人 站起身出来 大炒大賴 说要下飞机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 这个女人就说 坐在旁边的人 不是人类 大家不下飞机 乘机人都会死 有很多网民在这里说 其实这个女人 可能是没有说大话的 就是说 坐在旁边的一个 是一个叫Shakeshifter 的东西 那... 几图你怎么看呢? 这东西 其实都不算新的了 以前我们向神秘的夜 都有提过的鹅兽 什么是鹅兽呢? 鹅兽就是 可以变成人形的神兽之一 那为什么今天 神秘的夜 会讲这个题材呢? 其实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话 就会不会 我们身边的人 其实未必是那个人来的呢? 其实是Shakeshifter 去模拟那个样子的人呢? 但换句话来说 可能有一天观众在这里看的 就并不是我和阿几图在这里做节目 而有两个人 就扮我们在这里做节目 但如果是这样 就很糟糕了 有机会 人们就在追追假的节目 就不记得追我们的节目 关键是 如果观众看完之后 在YouTube上面 他们订回一个订阅 那问题就解决了 没错了 其实我和阿几图 就真的没有夹过 但正正就是我想说的东西 其实呢 就有人扮我们两个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 就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们的节目的观众 就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一下 我们有新的节目 就会有通知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东西就是这样 之后就有神秘之夜了 并不是真的我和台长 不是 我和台长 我和阿几图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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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